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画地为牢 画地为牢这个成语 出自古文官纸卷武的 报任安书 也叫报任少青书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在他38岁的时候 继任了父亲的职位 成为了太使令 47岁那年 司马迁因为李灵事件被下狱 受了攻刑 李灵是西汉的将军 天汉二年西元99年 汉武帝派将军李广丽 领兵讨伐匈奴 另派李灵押运粮草 李灵带领五千军兵 孤军深入 在郡基山遭遇匈奴缠鱼的 八万起兵围攻 经过八周夜的战斗 李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 但最终因得不到后援 寡不敌众 弹尽良决 不幸被俘 诈响 消息传到长安后 朝中原来赞颂过李灵的人 都纷纷反过来责骂李灵 汉武帝以为李灵会战死沙场 听说他投降了 十分愤怒 就去询问太史令司马迁对此的看法 司马迁对此见解不同 见汉武帝询问 就照直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 我和李灵从无私交 但李灵是个孝子 为人恭敬简朴 横讲交情义气 常奋不顾身解救朝廷疾难 具有国事的风骨 此次仅以五千兵力 占八万敌军 因寡不敌众 弹尽良决而降 或许只是迫不得已而乍降 伺机东山再起 报效朝廷 其功可抵过 汉武帝停后 非常生气 下令将司马迁关了起来 当时廷尉杜舟 为了讨好皇上 就对司马迁 实行了最残酷 最耻辱的功行 司马迁出狱后 担任中书业者令 报任安书 就是在他担任中书令时 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信中 司马迁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以及惨遭攻刑的原因 倾诉了自己 寒垢忍辱 苟且偷生的原因 是为了完成实际 并向任安表述了 沉痛羞辱 愤懒的心情 以及对余生的看法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故 是有化地为牢 是不可入 薛木为利 亦不可对 定济于弦也 意思就是 作为世子 看见化地为牢 是绝不会进入的 面对肖木而成的玉礼 也绝不会接受审讯的 而是想着 怎样自我了断 以正清白 化地为牢 这个成语 就出现在这里了 相传 上古时期 刑律宽缓 如有人犯罪 就在地上画个圈 作为牢狱 削个木头 作为玉礼 令罪人 立在圈中 以示惩罚 这就叫化地为牢 那时的古人 道德高尚 都很自律 如果有人犯了错 就化地为牢 让他待在圈里面 不能到圈外自由活动 以此表示惩罚 被惩罚的人 也会心甘情愿 待在圈内 即使身边 恐无一人看管 也绝不会提前 走出圈子半步的 《封神演义》中 有这么一段故事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 化地为牢 这个成语的内涵 西齐有一个孝子 名叫武吉 家有老母 以打柴为生 一天 他打完柴 来到西齐城的南门 准备进城卖柴 这时 正赶上文王的车架路过 由于市井道窄 武吉为了让道 就赶紧将担柴的肩 给换了一下 可是 就在武吉翻转扁担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把守门的军士 王相的耳门 给打了一下 没想到 这王相被扁担打了一下后 竟然就死了 武吉立刻就被拿下 去见文王 文王说 武吉既打死王相 理当抵命 随后就命人在南门的地上 画了个圈 做牢房 竖了个木头 做玉笠 将武吉 关了起来 然后文王就赶往灵台去了 其实 在商周王时代 殷商朝廷和各诸侯国 都设有禁欲 只有西齐 才有画地为牢的史出现 这是因为 文王懂得先天八卦 能够占博福 分毫不差 但凡有人犯错被罚 也不敢逃逸 因为即使逃逸了 文王也能算出 逃到哪里给拿住 加倍问罪 所以在西齐 刁蛮玩华之名 都能奉公守法 因此 画地为牢 也叫画地为狱 话说 武吉被画地为牢三天后 想起老母一人在家 不知自己犯下牢狱之灾 怕要饿死在家了 不禁放声大哭 这时 大夫散医生 正好路过南门 见武吉悲声痛哭 就问 杀人偿命 理所当然 你为什么要哭呢 武吉说 小人不幸遭逢冤家 勿将王相打死 力当偿命 哪里敢埋怨 只是小人老母 七十多岁了 小人无兄无弟 又无七十 老母孤身 必会因此而饿死 无人收拾 这可真是养子无义 子丧母王啊 想到这些 苦不敢言 不得已 只有放声大哭 不知回避 又犯大福 期望恕罪 赛医生听好就说 武吉不必哭 我网见千岁起奏 放你回去 让你办好母亲的一年棺木 柴米养身之姿 等到秋后再证国法 武吉赶紧叩头说 谢老爷大恩 赛医生见了文王后 说不如先放武吉回家 等他办完山羊母亲的后事 再来抵偿王相之名 不知如何 文王听后 准了就让武吉回家去了 后来江子牙收武吉为徒 用道法化解了武吉的灾祸 武吉也就躲过了 这场无望之灾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 用了化地为牢这个例子 来向任安表述 自己为了完成实际 而忍受功行的羞辱 没有像世人那样 自我了断 以正清白的原因 后来人们就用化地为牢 或化地为欲 来比喻 只许在指定的范围内活动 不许越出规定的范围了 这就是化地为牢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